2024年5月10日深夜 台北市信义区发生一起轰动全程的情语事件 人气IG网红Mr.阿网友昵称阿哥在信义区使用喷操枪 向围观权重大方撒钱 引来近千人疯狂抢夺 险些造成踩踏事故 据目击者表示 当晚约十一时许 只见阿哥突然从车上拿出一台喷操枪 疯狂向围观的权重喷洒指抽 数以百计的民众见状立即围了上去 有人不顾形象扑向地上狂捡钱 更有人爬到车顶上抢钱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有目击者向媒体表示 当时现场真的乱成一团 我害怕会出现韩国离太院踩踏事件的情幸 幸好最后没有人受伤 警方借货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 要求阿哥停止活动并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根据警方调查 事件主角Mr.阿本明宁汉瑞 是一位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网红 在IG上 他常常赛出自己开着豪车 穿住名牌 甚至还泡过乘坐私人飞机的照片 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来了不少关注和猜测 事实上 阿哥过去曾在采访中 透露自己的职业履历相当多元 包括曾从事业务 担任过讲师 还曾经开过酒吧和甜点店 不过 他从未明确透露自己究竟是如何 在短时间内积累起惊人的财富 有趣的是 在阿哥的IG项目中 还能看到他与著名野人王大陆的合照 阿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王大陆是他多年的学弟 两人私下关系很好 看来这位IG红人的社交圈也颇有来透 对于这场轰动全程的撒钱活动 阿哥事后在IG上发文道歉 表示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 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非常抱歉 不过 他强调自己绝不会为了发钱这个行为道歉 还不太未来人会继续发钱 只是会想办法以更有秩序 更有意义的方式进行 阿哥的这番言论 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人赞赏他热心公益 认为发钱行为虽然有失秩序 但出发点是好的 也有人质疑他是否另有居心 甚至怀疑撒钱的钞票可能有假 对此 阿哥在IG线动中特别声明 我发的都是真钞 绝对没有夹杂假钞 不少关注此事的民众表示 虽然阿哥的做法确实引发了秩序问题 但也反映了社会上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 他们呼吁 政府和相关单位应该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处境 提供更多资源和援助 而不是单单责备热心人士的做法 对此 警方表示虽然阿哥的行为可能出于善意 但能有违法之余 例如可能涉及公众场合安全管理 财务管理等问题 未来若阿哥想再进行类似活动 警方希望能提前沟通协调 确保活动合法合规 避免再次造成混乱 总的来说 这起轰动一时的撒钱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贫富差距 若是群体处境的关注 不少人表示希望 政府和企业能够以更有效 更有组织的方式 关注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群 而不是让善意的热心人士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